所以有时候我们带年轻人的时候 很多这个员工他工作上有些问题 或者是你发现他这个本身员工上 这个工作上面还有一些可以提升的地方 这个时候呢很多的90后我们 如果说能在办公室沟通的 我们在办公室沟通过了 但是我会用更多的方式就是 会比如说这个下班以后 找他们一起吃个饭聊聊天 这个单独的吃个饭在聊天的过程中 聊聊他最近的就除了聊别的以外 聊聊他们最近的一些工作情况 那同时来讲的话呢给到他们一些 就是从我的范围上呢能够帮助和看到他们一些问题 说你现在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然后你这些工作上的亮点呢 其实我们也都是能够看得到 然后我觉得你在今年来讲 某些某些方面是有进步的 你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么同时呢我有一些小小的建议啊 就是说从我这么多年在职场上的一些经验来讲 我给你讲讲看 你看看是不是能够 在这些方面上面 你看看对你是不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会提出我的一些想法 所以员工就比那种 我把他叫到办公室 直接面对面的去说他一顿更有 能够接受啊 所以这种地点的场合来讲 大家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些 我们这方面的一些氛围啊 那么真诚对话的方式呢 第一个准备 所以呢凡事之前呢 我们要先做充分的准备 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 在沟通之前呢 要做好一份沟通的计划表 就是今天我找谁 准备说什么事情 一定要把它写下来 所以写下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 你一直在今天的沟通的过程中 围绕着这几个提纲去说事情 所以不会 就是基本上能够把你的事情 都能够沟通到啊 是不是能够一定有个几句方案 不一定 但是一定会比那种 就是想起来什么 就把员工叫进来 然后直接讲要好很多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强调说 这个在沟通的过程中 我们要注意说 我们今天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这个 我们的重要性是什么 我们的远景到底是什么 所以多跟员工去讲讲远景 所以在提问和倾听的过程中呢 我们要鼓励员工去多讲话 鼓励员工说出他们内心的一些问题 在倾听的过程中 我非常建议大家 一边听一边记 这就是其实有时候开会的时候 也有技巧 对吧 你说老板在上面开会 那你在下面一个劲的去看手机 不管是说处理 还是什么这样的事情 那老板总觉得你不重视他嘛 对不对 所以开会一定要带个本嘛 对吧 然后呢 老板说什么 我们把它记下来 老板也不知道你记的是啥 但是你一边说一边记 还给老板肯定是的目光 然后该鼓掌的时候鼓鼓掌 那个时候老板心情多好啊 对吧 所以 然后当你发言的时候 你本上记下来 老板刚才说了12345 你说刚才听老板说的12345 这些内容 我觉得对我们部门特别的有帮助 我们在下一步的时候 一定要多向流动去学习 那么接下来再说你自己的话 所以当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老大对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对吧 老大心情好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这个多去一边听 要一边记 要跟对方有这种眼神上的交流和肯定 那么这个解决方案 包括总结这方面来讲的话呢 就是沟通完了之后 你一定把今天沟通了什么样的内容 把它写下来 有些东西是下一步要工作中要处理的 我们要去做 是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